IFOP的民意调查显示 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支持率 本月下降了10个百分点 这是自1995年以来 新总统支持率出现的最大降幅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7月24日星期一 我是维珍 欢迎回到星期的新回顾 这份发表在星期四日报上的调查称 今年7月 仅有54%的法国人 对总统马克龙感到满意 低于6月份的64% 该调查补充称 上一次新总统支持率出现大幅下滑 要追溯到1995年 发生在时任总统希拉克身上 BBA民调调查也得出了 类似于IFOP的民调结果 马克龙多项政策遭到不满 事实上 自马克龙正式成为法国总统后 他提出的多项政策都遭到了反对 甚至导致高官辞职 有可能是拉低及支持率的背后因素 马克龙曾在竞选总统时发誓将在2018年推进减税政策 然而目前似乎仍未看到太多展开的迹象 他削减住房福利的计划也遭到批评 此外马克龙削减房屋开支导致法国三军五米下吹 法军总参谋长德威利埃愤然提出辞职 德威利埃在辞职信中表示 在当前的局质下 他已经无力确保法军继续拥有他本人期望中的战斗力 也从难以肩负领导保卫法兰西祖国和人民的重任 而他特别提到总统马克龙已经接纳了他的辞呈 虽然马克龙此前也做出了安抚性的承诺 表示在填补上当前的财政漏洞之后 军费拨款在2018年就会增加 但德威利埃却并不买账 虽然法国军方通常不涉足国内政治 但这回总统直接动了他们的奶酪之后 将军们的怒火终于奋发 在前任政府留下了一个财政烂摊子后 为了避免赤字超标遭到欧盟的惩罚 新总统马克龙上任之后 首先考虑的就是全面缩减政府支出 除了军队之外 该国地方政府也被要求在2022年之前的 未来五年间削减130亿欧元的支出 而作为北约成员国中 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军事力量 法军削减防务开支的做法 势必会让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有些坐不住 因为特朗普正施压欧洲北约盟国 把防务开支增加到占GDP比重的2%之上 以实现防卫自主化 避免过度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伞 而这自然令许多原本财政就因过高的福利支出 而捉襟见肘的欧洲国家较苦不迭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见